你知道这间房叫什么房吗 叫阴房 小时候爷爷送给我一把古琴 说是出自明家之手 光制作就要两年 其中有一年啊 都在阴干 就像现在的他们一样 耐心等待着初始 细想想 我们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 好像都有类似这一道工序 不光是人 物业一样 耐得住寂寞 经过了沉淀才能有所成 听时老师讲课真是手艺匪浅 讨厌 他们刚才是开玩笑的还是真的 你指的是什么 你到底给了我多少股份啊 我所有的股份都给你了 都给我了 这是我父母的一份心意 我父亲说母亲走了早 见不到未来的儿媳妇 所以就特意留下了这个礼物 就当做送给未来儿媳妇的一个 见面礼 感谢公公婆婆赠我万贯家财 对 那就算你爸妈送给我的 算我的家产 算你的 那上海那房子呢 上海的房子也是我父亲 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 都是我的 都是你的 那可麻烦了 万一哪天我不想要你了 让你扫地出门 你怎么办 是啊 还好我还有一技之长 还能吃上一口饭 但住的地方 也只能去研究所的宿舍了 小可怜 那你可要好好听我的话哦